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许啊 这就是上天要惩罚我 所以让我身边一个一个的人离开我 你瞎说什么呀 你还说你像明白吗 我看你呀 太累了 快早点睡了 爸 对 这是这个月的账 我放在这儿 一会儿给收好了 雨珊账面上的洞填布上了吗 还没有 你看需要我去处理一下吗 不用了 不用了 你们沈家我最喜欢这块地方 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星 小的时候啊 我跟小陈经常偷偷跑上来玩 我跟小陈经常偷偷跑上来玩 真羡慕你们俩感情弄得好 嗯 可是我没想到 我们的好会给雨珊造成那么大的伤害 如果我这个做姐姐的 多关注她一下 就好了 我不这么看 我一向觉得 当下做的决定就是最正确的决定 发生的事情 一定就是必须发生的 遇到的每一个人 也是命中注定 一定会遇到的 凡事都是有因果的 如果没有小时候这段被冷落的经历 雨珊一定还是一个骄纵的大小姐 不会变成现在这么热心公义 照顾孤儿的一个人 对吗 也对 如果我没有出国 就不会回国 我没有回国呢 就不会遇到你 你有那么庆幸遇到我吗 我怎么觉得最近 你好像都不太搭理我 对不起 最近情绪有点不太对头 我给你道歉 其实我真的特别庆幸 能遇到你 你救了我那么多次 要不是你 我早就死了 也没那么严重 不过你得告诉我 提前回沈家 到底是为了什么 其实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复杂 真的 我只是太久没有回来了 想家 可是真的回来了吧 要尽相情窃 不敢面对家人 妈妈出事的那个晚上 我真的只是想回来看看 我总是在想 就算见不到人 我回来看看这个老房子 也挺好的 其实在我心里 时间 早就已经把我和妈妈之间的 隔阂抹平了 只是我没有想到 爸爸的那件事情 又成为我们之间更大的阻碍 不过算了啊 都已经过去了 只是雨珊的这件事情 让我明白 心怀仇恨 最终只能把伤害变得更大 尤其是当你把报复的对象 当成自己家人的时候 一分伤及 十分少人 对 能够忘了是最好的 你看这世界上啊 但凡活得开心的人 都特别敬了 就好像 我 周姐 我真的特别羡慕你 我有什么好羡慕的 古儿一个 不像你啊 有那么多家人 谁说的 以后 我就是你的家人 好 那就这么说定了 我比你大 我就是你姐姐 这俗话说 长姐如母 我就是你半个妈 以后所有事你都得听我的 谁说的 什么长姐如母 还有柔知姐呢 她不能算 我们俩呀 是独立在沈家以外的亲属关系 只有我们两个人 相依为命 好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不过眼下 最重要的是 把小陈这件事情弄清楚 只有这样 你和雨晒之间的心结 才能真正地解开 九泉之下的小陈 才能真的安心 我昨天仔细地翻查了 当年小陈的卷宗 在警署的档案里面 我发现了这个 这是什么 是妈妈和方琪 没错 当年沈碧云带着方琪 参加了第一夫人的晚宴 这张照片也是那个时候拍摄的 这也就是他们不在案发现场的证据 但是我总觉得这张照片 拿六点不对劲 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啊 照片 照片 我明白了 你们看这张照片的影子 和他头后面的影子 都是白天的阳光照进来的 那也就是说这张照片是白天拍的 但小声的落水是在晚上 所以这张照片作为证据的话 它是无效的 那也就说 是沈碧云干的 不不不不 是方琪 沈碧云一直包庇的人是方琪 是大姐 她怎么会去当铺呢 东云 你给我回去查一下方琪的案子 周静和林葛去看一下方琪 到底要做什么 走 请了 陈老板 大小姐 走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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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老板 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周小姐啊 你有一阵子没来当东西呢 今天怎么过来了 是不是手气不太好啊 看您说的 我不当东西就不能来看老朋友吗 不敢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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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 今天你来得不巧 我这正好有点事 我到城南去办 我不耽误您很长时间 我就问个问您 不耽误您很长时间 好吧 那我们长话短说 刚才 走的那个 是不是沈家的大小姐方琪之 沈家大小姐 不是不是不是 你肯定认错人了 周小姐 两个这小店呢 都是典当东西的人 人家沈家 可是大门大户的 怎么会跑到我这小店来呢 不可能 我肯定没有看错 那就是方琪之 你肯定看错了 她是我家大姐 我怎么可能会看错呢 忘了给你介绍了 这位是沈家的三小姐 曾灵格 原来是沈家的灵格小姐 不是 有也不是泰山 怠慢了 怠慢了 您再好好想想 刚才走的到底 是不是我大姐 因为 我母亲还在等我回话呢 那好吧 二位请稍等啊 稍等 二位 二位 东西都在这儿了 如果你们想拿回去的话呢 我也不加价 其他的 我真的不知道 我还真的要赶去有事 你们怎么在这儿 这下就通了 苏志文的案子 为什么张妈会主动去投案 就是因为方琪给地下室 掉了一把钥匙 而为了洗清她的罪名 总要有一只体罪扬出来 但是 就跟十多年前的小陈案是一样的 之前是林格 这一次是张妈 你这么说还是很有可能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 沈平最爱的是方琪 也许是因为方琪 是她跟方国娃唯一的女儿吧 但是我想不明白 方琪为什么要这么做 十年前 十年前她只是个孩子 我之前也有想过 方琪是不是故意装疯 但是我没有反过来想 她是不是被某种药物给控制了 错了 但是你不觉得那把钥匙 掉出来太是时候了吗 你找什么呀 苏志文出事之前 我帮方琪包扎饺子的时候 有一些血迹印在我的裤子上 我想看看她的血液有没有问题 你记得我当时穿的是哪条裤子吗 就是这条吧 这条 原来是为了雨山啊 是 但是 万一让母亲知道账上有一个窟窿 虽然这不是什么大事 可总不是太好 免得她们母女之间发生冲突 多一事孤独少一事嘛 只是我最近手头不是太宽裕 让你们见笑了 难为你了啊 大姐 千万别这么说 谁让我是姐姐呢 只是这件事一定要替我保密啊 不管怎么样 我是方大小姐 在外面面子还是要的 说句不该说的 不该说的就别说了 你肯定知道我想说什么 你想问我 委屈吗 在外面 各个都敬我为沈家大小姐 可我知道没有一个人是看得起我的 因为我名不正 言不顺 没有真正的贵族血统 就连张妈这样的下人 都可以给我脸色看 可是我不委屈 因为如果没有母亲 当我怀着小夕的时候 我早就饿死在街头了 我能有今天这样的生活 我感恩 啊 那我等了 你了 很多人 100元 你给好的 妈妈 吃一点 你好吗 有点 董导 塔尔 什么东西啊 这是苏志文的遗物 这两天他不是要办丧事吗 我给他送过去 我看一下 不用看了 我检查好几次了 这没什么东西 这封信怎么没看到 这是什么 这个是苏先生的离像 过几天就是他出工的日子 大小姐帮我们都赶紧准备着 这里面装的可都是苏先生的遗物 我们都小心点 等一下太太要检查的 好的 谢谢周小姐 谢谢周小姐 没事就好 小心点 有线索了 你们说这么简单的一把钥匙 在那会藏着什么秘密吗 当然有秘密了 只要我们解开那把锁 所有困扰我们的疑点 都会隐忍而解 可是那把锁会在哪儿 我们可以去苏先生的老家看一看 苏政 这把钥匙藏这么仔细 显然平常不常用 在苏州的老宅 弄不好会有一点收获呢 好 我同意 刚好我也想去查一下苏志文的照项 四位客官 请 请啊 吃点什么呀 我看看 四楼包子 四碗豆浆 还有油条 还有油条是吗 都来 好嘞 老板 这是你要的东西 我给你带来了 陈老板 太麻烦你了 没事没事 总是让你送东西啊 老板 老板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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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巧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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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大事了 什么大事 沈碧云的小丈夫被人给杀了 都说这个沈碧云客夫啊 这死也太快了吧 这才几天哪 那又怎么样 你信不信 只要人家还想再嫁 一样有人取 取了她 那就是取了大把大把的银票啊 你们说的那个沈碧云 是不是上海滩最最有名的 方辰集团的女老板啊 除了她还有谁啊 说起来啊 我还算跟他们家有点交情呢 哎呀 真的 那当然了 我说的是真的 就瞧她的那个大女儿 叫方柔芝的 以前就住在我家隔壁 你也不怕乱说话闪舌头 人家一豪门千金 哪里能和你处邻去 乱说话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她呀 并不是沈碧云亲生的 当那个豪门千金啊 只不过是几年的事嘛 事实上 那个方柔芝啊 其实就是个脱油瓶 沈碧云第一个丈夫死了以后啊 她就不好意思跟着她了 所以就来到苏州 在这儿找了个男人 他们俩口子啊 当时就住在我家隔壁 哎呀 若奇这个女人啊 也真是个苦命的人啊 她男人也其实对她一点都不好 当时啊 她怀孕没几天 这个男的就在外面找女人了 后来被方柔芝发现了 不但不认错 还全交相家 那我们这些做街坊邻居的 都替她捏着把汗哪 深怕这个孩子还没出生 她母子俩被双不双打死呀 哎呀 这下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现在人家是方大小姐 那男人不怕回来报复啊 怕 人家才不怕呢 当年啊 这个方柔芝怀孕跑到上海去了 两人可没离婚哪 按理说 她还是沈家的姑爷 去 我才不信方柔芝会认她 那谁知道啊 反正啊 听说前阵子她真的跑到上海去了 这个人啊 在苏州的时候啊 就是个出了名的地痞流氓 说不定啊 还会干出什么事来 老板 我们的东西好了没有 快点 好好好 马上到啊 老板你快点啊 我们还等着你往下说呢 来了 请 照这么看 指不定 这个兄啊 就是这个人干的 出了名的地痞流氓 难道是官前街老巷家那个 叫 叫什么来着 相兵 对对对 相兵 相兵 他怎么没听柔芝姐说的 你听过吗 我也没听她说过 我记得柔芝姐来的时候 小夕就已经在了 而且那么多年 我也没听她说过 小夕的父亲是谁 最重要的一点 只要是沈阿姨给她介绍婚事的时候 她都很反对 没事 没事 我们先把这个人的名字记下来 之后有时间再去查一查她 相兵 好像在哪儿听过 好 来 来 想那么多 出去 吃 好 吃 好 妈 小夕 你赶快去厨房看一下能不能再熬一碗 这是给外婆的药 是要按时辰吃的 知道吗 这就去 小夕 来 你的伤好一点了吗 好一点了 让妈妈看看 来 妈妈每一次打你 都不是真的要打你 我都知道 你是急 是为我好 是恨铁不成乖 来 小夕最乖了 是不是 最懂事了 去 大小姐 大小姐 有电话找您 喂 方大小姐 我们老地方见 你这次又想要多少 我不要钱 你知道我想要的是 你休想 这边就是了 谢谢啊 你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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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快走 beside您 这个位上 的 快走 我快走了 不行啊 这些柜子的锁一看就是老锁 跟你把钥匙不匹配的 别着急 一定会有办法的 我们今天晚上先住在这里 明天说不定能查到一些漏洞 什么 就一间房 一间房间了我们这么多人怎么睡啊 我们再到别的家看看去吧 我们是一路找过来的 这家好歹还有一间房 别家可都满了 反正我倒是没什么意见 你倒是没意见了 你要问问女孩们有没有意见 这个时候无所谓了 反正洪叔先凑完一晚上吧 你几位要是觉得行 我叫人多拿几条床备来 另外 房费可以打折 早餐可以免费 你们看行不行 好 这样吧 不愿意睡的人呢就去睡大街 老板 带路 好 各位去 好 各位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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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多我打的人呢 我一直都该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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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能勇用的什么人呢 你放开我 别动 我不能想看我 我们就把刀放好 我们就把刀放到 下来 你让刀子 好的 出口 你来自于说 放手 你能做什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雨晨 醉成这样你还要出去 对 不是你让我去的吗 你不是说 要让我为母亲分忧一些 所以我就去跟那些小生的 你晚上跟他们去喝酒吗 雨晨看来你是误会我的意思 你不是说我们方程 树大招风 不管是之前的货源短缺 还是上次的独点心事件 我们方程呀 表面上看起来风风光光的 其实呀 别人是不知道我们真正的伤心动物在哪 所以呀 我们要放低姿态 放低姿态 放低姿态 雨晨 雨晨 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你心里不高兴 你别管我 我告诉你 我待会儿 我待会儿还有一个派对 我先走了 我让老张送你来 你别管我 雨晨 我待会儿你 拿着 把账上的洞填了 以后我就不插手了 这么多钱啊 你把首饰拿去当了 你喝高了 你喝高了 怎么可能 我说你肯定把首饰拿去当了 你为什么要这样帮我啊 因为你是我妹妹 我怎么做都是应该的 走了 走 站住 站住 我去哪儿了 行什么 哪儿了 来人了 哪儿了 快来人了 给我 哪儿了 来人了 哪儿了 来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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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再等一下 等一下 我的机票 我的机票 快走 没事 你给我 阿齐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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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阿齐哥 没 没事 流了这么多血 你还说没事 你不是要跟我分手吗 那你还跑来救我干吗 谁说 分手之后 就不是朋友呢 再说了 再说了 那我等会儿叫你啊 嗯 我等会儿叫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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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个话 赵姐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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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干吗呢 我那个手脸的珠子 好像卡在地板缝里了 妈 你看 不用了 没关系 没关系 他们应该洗漱完了 你跟他们去吃早饭吧 去吧 那你快点啊 不值钱呢 去吧 小姐 小姐 什么东西掉地板里了 我找老板借了工具 你自己看看 自己看看 怎么样 有勇气做 没勇气看吗 你以为你这样很时髦吗 你现在已经成了全上海的笑柄 多少人在戳你的脊梁骨 你知道吗 我又不是故意给他们看的 再说了 当时巷子里根本就没有人 一定是有人跟踪我们 才会这样的 母亲消消气 雨善说的对一定是有人在捣鬼 回头我让东平去查一查 不用查 你要是没有做过 别人又怎么可能拍到你的照片 再说 谁让你去那种下三烂的地方 跟人家喝酒 我想雨善也是好心的 好了 大姐 你不要再说了 我们为这个家着想 但却从来没有得到过你的欢心 确实也没有什么可查的 我就是这样做了 但我不怕被人知道 那好 既然是这样 方辰你以后也不用去了 好好地在家闭门思过吧 没关系啊 我在家里也可以画设计稿啊 你是没听明白我说的话吗 我是说 方辰与你再也没有关系 我不可以让一个生活不检点的女人 毁了我几十年建立下来的江山 还有坏了淑女之家的明杰 你以为 我想跟这个倒霉的方辰有半点关系吗 方辰让了多少人的信心 我才不要变得像你一样受一个诅咒的人 雨晨 雨晨 你在说什么呀你 雨晴 雨晴 好了 我要回房间 晓芹 陪外婆回房间 是 外婆 来 韩文亮你玩够了没有 怎么了大清早起来劈气这么差 昨晚没睡好 我看着眼晕不行啊 我也眼晕 有时间斗嘴 不如抓紧时间查查这钥匙 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开什么锁 外 韩文亮 你丢丢丢丢丢半天 有没有思路啊 没有 但是我有办法 看那里 这样的钥匙我可没在苏州见过 那你在其他地方见过吗 不像是住家 都像是保险柜的 这么精巧的钥匙 我只有在几年前上海洋人开的银行里见过 银行 也不一定是银行啊 而且人家输了好几年前呢 姑娘 我绣了一辈子的锁了 这么精巧的锁 我虽然没见过几把 但是我心里有数 不用理的 谢谢啊 恩 咱们 这边的银行 ぜひ请来